浪阿吉是2020年台北店回家的浪浪 隔年他們家收編了原本中途的浪奶油 沒想到本來手長大的奶油一路成長來到40公斤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看看和兩隻大白狗一起生活的一天 接著如果你支持我們持續製作這些內容 你可以加入會員還能讀下許多影片喔 嗨 你是要指找我玩嗎 我們今天要看你們的生活啦 這個是佑家爸爸跟媽媽 嗨 今天麻煩你們了 這感覺可以載十隻狗的感覺 對 在米克斯裡面算超輕人欸 可是當然有時候弟弟在都會影響他 就是如果弟弟一叫他就會想要是什麼回事 他就會先真的叫 看起來是有養狗的車 這是羊毛沾車嗎 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嗎 戴在嘴巴這個 這就是一個牽繩 比較適合牽 牽像這種大手 因為他就像牽馬一樣 然後是帶他就超強 所以跟嘴套是不一樣的 對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只是牽引的作用 然後你還可以吃東西喝水 對還是可以喝水 也可以接球啊 連接球都還可以喔 對啊那可以這樣大 很難的 弟弟怎麼在吃沙 他每次在喝在吃沙 蛤真的假的 要越遲越流 嚐嚐那個土的味道 所以他們是不會下水的 也是焊鴨子 還是會踩水 好熱齁 會閃開 有它踩下去 閃得很快 開始挖沙 我發現它喜歡吃挖開來的沙 底部的沙 難得來海邊還很乾淨的狗 好 上車 下一站 請問為什麼這台車車上會有木頭的天花板 我們要點錢的裝潢 這是可以裝潢的喔 對 很像室內的感覺 對 可以住在裡面嗎 睡在 喔 更方便耶 然後他們也一起睡在車上 所以這還是一台露營車 好方便喔 現在的行程是要去巡店 我還想到 這裡的麵很好吃喔 那要怎麼找到這間店 淡江大學 北新路這一端的校門口出來 然後右轉 就可以找到了 超大狗 現在要去顧小孩行程嗎 他們會幫忙顧嗎 好 之前會顧 之前還是一個什麼 會在那邊聞尿布啊 還不知道快點什麼 你覺得幹嘛 你覺得幹嘛 唉唷 好棒喔 大迪耶 唉唷 這麼厲害喔 好 他們看起來好乖好好癢喔 好酷喔 好酷喔 右肩好喜歡他喔 好酷喔 因為我們店鄰居的狗狗 Dodo 叫Dodo 也是白色的米克斯 然後我們會覺得好可愛喔 是一隻很聰明的狗 那我們就 就對白狗有一些 憧憬 然後就不小心 就滑到讓它別哭 然後就看到佑嘉了 對 剛好看到他 就又全白了 然後就超可愛的 對 就覺得好像喔 其實申請佑嘉 我記得那時候滿多組申請他 四組 四組 有四組 然後就是 而且那時候疫情又剛爆發 大家都會想要養蟲 但是我們也是有做功課 對啊 我們也是有做功課 就是做了功課 然後我們才去跟他互動 但是他其實都 不太鳥我們 不理我們了 不跟我們互動 那時候拿那個啃咬玩具 然後 就在那邊 不給你這樣 然後他就不要了 他就很有個性 職業券代價 對 掉頭就走這樣子 所以是被外表吸引 對 前面是被外表吸引 後面是被他的個性吸引 後面覺得他的個性真的 很機車 真的蠻可愛的 對 所以他這是他們的第一餐 他們的第一餐 我們都很晚吃 然後晚餐也大概 晚 10點11點才會吃 所以我們 就吃個其實中午 我們每次都可以吃 所以他們都下午找個食物 我們吃飯前的儀式好嗎 飯 停在流口水 好 吃 好 要做下水服 那你坐下等 那你坐下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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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浪別酷的群組 剛好問說有沒有人可以幫忙中途幼犬 主要是因為覺得可以帶狗狗上班 我們就幫忙中途好像也OK 沒有問題 因為那時候中途弟弟的時候 他的體型 他就比右架還小了 對 我們就想說欸好像沒有養過這麼小的狗 想說他不然就中途看看這樣子 對 只是中途回家發現 嗯 欸阿迪真的 比較 沒有那麼獨立 對 問題比較多 半夜肚子餓就是叫 而且他叫聲又特別大聲 他那時候本來 要去浪浪別酷台北店找家這樣 然後 我們去看了他兩次 就是兩次都是他短來在睡覺 然後他就聞到好像很熟悉的味道就醒來 醒來就跳到我們身上 就舔一直舔一直舔 他第一次就覺得啊 現在有點酸酸的 他想說啊不然再放一下 看有沒有比我們更有難力 就是給他更好生活的人 然後我就過了幾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 還是我們再去看一下弟弟這樣 然後就看了之後 喔他又做了一樣的動作 然後就 好啦那我們就 就失敗了 對 對 你要裝著再檢查 你打得開嗎 你打得開嗎 我幫你開 給你拿 那你最小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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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你要幫他開喔 有小大人 你打得開嗎 來 你打得開嗎 你打得開嗎 你打得開 你打得開 我都在你 我都在你的玩具咧 所以你們家的人也都不會怕 就是小朋友 跟大哥一起相處會受傷 對 對 就人都要看著這樣 一定要看著 因為他們如果衝的時候 會不小心 喔怕撞倒他 因為上次 像上禮拜才撞到他 這樣 就一不小心嗎 對 就屁股這樣走過去 然後就把他撞到地上 滴滴的耳朵比較高 我都在你 我都在你最矮耶 他們大中小的排列 中途完 我們後來決定 養他 回來之後 帶他出去散步 壓力都很大 因為有時候路過的路人 只是經過而已 也沒幹嘛 他就會對人家廢叫 但是他已經 越來越大隻了 然後已經會有一些 讓人家覺得害怕的那種 那種感覺 他中途失敗的時候是 疫情最爆發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能出門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家 然後就 沒有去認識周遭的 可能陌生人 環境啊 公園 然後後來我們就有請訓練師 然後在家自己 就是要練習 就算請了訓練師 不見得請了就有用 這個東西其實是要 不斷的練 對一直練 讓他去習慣 讓他去堅明 然後他才 誒克服覺得那些人好像 其實也不會對他怎麼樣 然後他才慢慢適應 到現在就進步蠻多的 現在跑步的人經過他們也都 很OK了 其實腳踏車啊 跑步啊 那時候一開始都是他 很抗拒的 沒辦法接受 所以隨時要很注意 有沒有人會出來 可以就看到人家腳啊 喔 現在好很多啊 但是這個 這個 有點恐怖 沒有是沒有 沒辦法 可以不用 好 欸你們家很完整誒 還是因為 剛住不久 現在過來一年了 好才一年 這裡已經不是他們小時候住的地方 已經很穩重了 才敢搬過來 是不是 你不要需要多一點耐心 中途了阿滴之後 發現他尿尿也不會尿 就永遠都會走到哪裡 想到哪裡 就突然就尿了 這個就是非常需要 耐心去陪他 教他 我們希望他去哪邊尿尿這個東西 我們教他教了很久 但是如果你有那個耐心 其實我覺得楊宥荃 他長大的那種過程很可愛 對啊 他其實亂尿尿也滿可愛的 他就玩到一半突然停下來 你覺得阿滴 阿滴 阿滴怎麼會尿尿 一些印刷的東西 然後還有那個 後面那個 地毯好可愛喔 是你們去做那個搓地毯 對對對 其實還滿有成就感的 有時候待在路上 你會覺得 這什麼狗 很帥耶 這樣 這是什麼品種的狗 米克斯 米克斯喔 我這個家是他從小 長到大的環境的話 我們感覺起來空間 也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他從小就覺得他家夠大 到長大了其實 他們就會很穩定 這樣回家就是休息的地方 對 對啊 就只要足夠帶他們去散步 去秀文 但是時間一定要夠 放他的體力啊 他的 謝謝 看似大家都不想養的大狗 他們夫妻倆 養起來卻是這麼快快樂樂 輕輕鬆鬆 不是因為運氣好 他們養到兩隻特別乖的狗 而是爸爸和媽媽懂得 要交出好孩子 使自己要不斷的成長 與學習 我想 是人類的努力 換來了與兩隻大狗狗的 合牌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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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